问你一个问题 汽车通常都把发动机装在什么地方 引擎盖里对吧 引擎盖在哪呢 在驾驶舱前面对吧 也就是说跟我们一样 在发展了100多年以后呢 汽车制造商们都一致同意将发动机装在汽车前面 好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我是火箭叔 今天就跟着我来了解一下 首先我懂肯定有人会说 谁告诉你汽车发动机都是装在前面的 保时街911后置发动机 各种各样的超跑 法拉利F430布加迪V行 奥迪阿8中置发动机 所以看起来前中后都是可以放发动机的嘛 而且啊我想起来了 既然刚才说的那几辆后置中置发动机的机色都不便宜 所以前置发动机一定是为了便宜 好吧 说对了一部分 我再补充剩下的 一句话解释 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 简称前置前去的机色 由于发动机的重量正好压在前轮上面 所以能让前轮拥有更大的牵引力 在转向时更容易控制 意味着你在雨天路滑时 不需要具备职业车手的技术 就能够把车开好了 另外把发动机放在汽车前面 也能用更精进的方法帮它降温冷却 所以制造起来的确是更便宜了 那么其他的布局方式呢 他们的存在该如何解释呢 好吧 既然你想知道 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汽车制造的历史了 在19世纪大部分非马力驱动的车都是采用后置发动机后轮驱动的后置后驱 到了1895年法国汽车制造商潘哈德制造出第一辆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 前置后驱的汽车 为此他们也同时发明出现代意义上的变速箱 相比起之前的后置后驱 前置后驱的优势相当明显 由于它把重量更均匀的分布在了前后轮上面 所以操作性更强 前轮的牵引力也更强 只不过你也知道当时的汽车哪来多少牵引力可言呢 不管怎么讲 这绝对是一个里程卑斯的成就 于是前置后驱很快成为业界标配 大家都纷纷效仿 福特著名的T型车呢 就是采用前置后驱的 从1908年到1927年之间 一共卖出去了今年的1650万辆 哦 100年前 别人家就开上了后驱车 1934年 奔驰看不下去了 在研究完汽车发动机的布局后 提出倡议 干嘛不把它放在后面呢 这叫粉组吗 啊 你也可以说它是致敬前辈嘛 于是新一轮的潮流就此拉开 你还别说啊 奔驰还是挺有号召力的 它开始于奔驰的130H 紧随其后的是捷克机车制造商Tara 在1938年打倒了高峰 因为大众发布了甲壳虫 是的 曾经的甲壳虫可是一辆后制后驱的机车哦 结果它说啊 立马跳起来不干了 起诉大众说 你在抄袭我们家漂亮的V570和97 你猜大众怎么着 咱等着瞧啊 不久之后 德国入侵捷克 不过事实证明 战争并不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二战结束之后呢 大众依然乖乖的交出了罚金 但这个插曲并没有影响到甲壳虫的火爆销量 火爆到让别的汽车制造商眼红冒金光 于是业界标配有点开始变成后制后驱了 路上的车也渐渐都飘了起来 因为重量都压在后轮上面 所以加速性能自然特别好 但拐弯的时候则特别的飘 前轮变轻了嘛 没有了足够的牵引力 过度转弯就成了常态 一辆辆看起来特严肃的车 没想到开起来却那么的轻浮 有点表里不一哦 唯独把优点和缺点平衡的很好的车 是保时街911 难怪到了如今啊 它还是这样的发动机布局 之所以能够做得如此优秀 是因为它把车身尽量降低 并且轴距也缩短到比价格冲还要更紧凑 随后其他几款成功的车 毫无疑问也是走这条路线的 除了雪佛兰科瓦尔 保时街911这名给它看的 每一点它都表示很不屑 长得既高又长 一开始深得美国人民的欢迎 大家毛起进来买买买 知道它错卖给了一个 有野心的年轻政治家 拉尔夫纳德 纳德随后就写了一本书啊 严实激烈的控诉 科瓦尔是一辆车的车祸 因为它后轮的摆动轴悬挂 在拐弯的时候容易向下变形 很容易就让汽车飘移起来了 再加上前轮缺乏防轻感 所以飘移往往也变成翻滚 这个把傻白天的美国人给吓懵了 说什么都不敢再买 后置发动机的汽车了 于是让我们也把焦点 随之一起重新放回到 前置发动机的汽车上面 前置后去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 都照过不少逆二叔能想的机油车 野马 科迈罗 火鸟 战马等等 随着把发动机放在前面 没有了过度转向的危险 只是由于要把动力 一路送到大后方 所以中间的顺耗只能大了点 当然从维护角度来看 也是在减份 于是为了让机油车 名副其实的威猛起来 不得不换上更大的发动机 更大的发动机意味着更大的重量 于是平衡打破后轮变轻 来自后方的加速和迁移 也就降低了 怎么办 只好把发动机往后挪 同时也把乘客往后轮方向逼 留下一个巨大的引擎盖 所以你现在算是明白了吧 为什么那些机油车 头总是又大又长呢 其实说到这 既然你已经愿意牺牲驾乘空间了 只追求无与轮比的速度和操纵的话 干嘛不用中置引擎的方案呢 就像法拉利F430一样 把发动机放在前后轮之间 由于最重的玩意儿 正好位于汽车中间 你便拥有了最完美的操纵性 轻松精确的转向 安全高效的刹车 和巨无把引擎带来的极速体验 缺点还让我重复一次吗 贵啊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前置前驱 空间宽敞 经济便宜 就是操纵起来 缺乏点乐趣 前之后驱 加速优秀 操纵优秀 就是不太经济 后之后驱 飘移 首选 中之后驱 下一步你该去开飞机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